今天用土豆和鸡肉做好吃的 两个大土豆切成薄片 微波炉和蒸锅蒸熟 西红柿要两个 红树切片 最后切入小钉 洋葱半颗 同样的手法切定 锅中加食用油 放原葱 炒到微微变黄 加鸡胸肉末 用牛肉末 或者猪肉末都可以 肉变色之后 加黑胡椒粉和食用盐 西红柿丁 炒出汁水 加两大勺番茄酱 搅匀再加一碗清水 小火慢炖 一只炒到浓稠关火 蒸熟的土豆 鸭成土豆泥 加40克牛奶 加40克牛奶 如果家里有黄油也可以再加30克 增加口感 鸡肉 鸡肉酱平铺在烤盘上 土豆泥铺在上面 用叉子压出纹路 烤箱190度烤20分钟 土豆泥铺 奶香味浓 表皮还有焦脆的口感 酸酸的番茄肉酱 吃一口超级满足 元旦可以试一试 我们下期见